曾世强说 天道恶银 福过灾生 因邪银 受损的福气该如何补救 有道是 康贪青天不可期 未曾起义 神仙之 一切不被国家法律 或社会道德所承认的男女关系 都有可能招致灾殃降 世人如果放弄自己的行为 不加检点 即使是夫妻之间的正淫 也会感召诸多坎坷 百事不顺 更有时间 地点 姻缘等等的各种限制 在非时 非地 非气等情况下 均要保持正知正觉 随着社会的发展 物质水平的提高 所有的恶业当中 以邪言最为常见 因为如今 人们的思想更为自由开放 身边就会为业力牵引来 非常大的障碍和不适 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 即便一个人拥有着 再多的智慧和再高的修行 也总是会突破 严苛的 封建论理道德的枷锁束缚 坠入欲望的深渊 虽然每个人都没有 绝对的善恶之分 但在个人情感上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追求幸福 但是想人生清静自在 就必须断除邪言的念头 否则就注定 无法脱离六道苦海的轮回 古人说 人乃万目之灵 可在当前这个世道 因邪言突破伦理道德底线 深日触及法律的事情 却屡见不醒 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 纵情 爱与之间不能自拔 而且很多事情 也在不断地刷新 国人的认知下心 这才是真正的执迷不悟 国师大师曾世强曾表示 邪言包括 身银 语银 义银三类 上天最放纵的人 给予灾祸是最迅速的 一般脑子里经常想一些 乌七八糟的四情事情的 最后祸害的只能是自己 正所谓行善 以基因德为最善 因德由于互生及不因为善 故见色不动心者必获福 犯邪引者定遭殃 善恶昭彰 无人性命 人这一生的一切善恶 都会跟着自己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就是事业和寿命的 最大的克星 而我们六道之中 都是靠福德之称 所以经典当中说 天道祸银 最速 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我们尚有人的福报 因此要处理生死轮回 一定要调伏淫欲 否则一旦没有福德之称 就会立刻坠入畜生道 诸事不顺 基因邪淫过剩 国序大师 曾世强点名是 邪淫的因果 绝非凡夫俗子能够承受 既然如此 邪淫究竟都有哪些危害呢 第一 经常邪淫会使身体气弱 疾病生 所谓一滴经十滴血 身体正气不足 体质变弱 一患疾病 人的生命力所在 人的生机所在 一旦损耗 随着年龄增长 自然而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级别 表现为腰酸 四肢发冷 胃寒 水肿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身体素质好不以为然 但头发长肮脏油腻 无光泽 就是果报现前的征兆 经常邪淫的人 看起来整日无精打采 心里时不时的会暴躁发怒 眼睛浑浊 身上腥臭气很重 这些都是经济不足的表现 甚至还会导致家庭成员 一起受阴气的搀扶 第二 影响精神和思维 任何关于习瘾的起性动念 都是缺德损人的 一般情况下 习瘾的人越放纵自己 以后想改正就会越困难 而且当德行出现亏损时 那么姻缘就难以聚足 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反应迟钝 万事也就难以成就 如果一个人精神上 亦焦虑 烦躁失眠 做事的障碍变多 身边小人恶缘缠身 查去如此 定会让人缺乏自信心 这都是我们精神能量 比较弱的缘故 第三 遵耗福报 阴邪心非常重的人 会缺乏正气 按照佛教的说法 人生的风水 也会随之被破坏 我们的财富 地位 生育等也会随之失去 与其当他护士领头 才来临时抱佛脚 不如干脆不要干那些 突破伦理道德的阴邪行为 如果能把阴邪心断除 消除自己的恶业 就不会常常因为 琐碎小事 无端生气 也不会时时刻刻 担心自己的丑事 东庄释法 第四 累积家人 当心里的淫念 会源源不断的出现时 先有的财富 地位 生育都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对子女的影响 更为严重 更为持久 人身上的资产 都是相互感应 相互影响的 如果因为一个人的邪淫 导致全家的运势低迷 那么就会牵连 更多无辜之人 致使其生活坎坷 如果因为一个人的邪淫 导致全家福报受损 那么子孙后代 也很容易被这些邪念 蒙蔽心智 从而重复悲剧人生 犯邪淫 上对不起列祖列宗 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国学大师曾世强 未有冤人揭秘 如何戒掉内心的邪淫之欲呢 经文当中讲 色是人生最大的观 房门中 调服隐语用的方法是 修不静观 能够看破人体 不清静的真相 是一种智慧 能够看破隐语背后的 种种欲望 更是一种福报 曾世强表示 人身七孔 长出不结诛 因此所有人的身体 都是不洁净 不清静的 曾有一智者问一女子 为何你那爱一个人 爱得无法自保 为其着迷到神魂颠倒的地步 女子答道 因为这个人的皮下 是所有凡夫俗子中的上品 她明亮的眼睛 如同日月星辰的光辉 她英俊的鼻子 如同山峰 注立在云野 她迷人的耳朵 如同贝壳 令人心声欢喜 她低沉的声音 如同木骨 让人为之沉醉 然而觉者却告诉她 虽然人的肉眼所见 实在有限 但是如果你冷静地 去观察 去觉悟 就会意识到 她眼中的眼泪不净 鼻中的痰不净 每一天你看到 皮肤上产生的污垢不净 口中的唾液不净 耳中的耳垢不净 她再美的色情 都是来自不净的腹精 母血 就像一个花瓶里面 装着粪便 如果依照我所证得的道理 你所看到的一切 都只是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六情根 在无名淫欲 预习气作用下的幻想 无论是皮肤毛发 虚肉筋骨 肝胆腥胃 还是大肠小肠 各个器官的肮脏无悔 你所爱的 只是自我虚妄的心理投影 因为这些器官场 有无数各种各样的虫子 从这个真相上去看 就不会贪恋任何人的身体 当你观想着 无数肮脏的东西 正在往外流淌 你就不会在迷失其中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 视老如母 视少如妹 视幼如女 在纸醉金迷 物欲横流 人心不古的时代 发自内心的 把比自己年长一辈的女性 当做母亲 面对每次当前 把她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女性 当做姐妹一样看待 珍惜自己所修的福德姻缘 把少我们很多岁的女性 看作自己的女儿一样 多多关心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 这样一切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